你想象过国家每年一人奖励一百万吗 队长告诉你 这样的国家还真有 它就是太平洋的奇葩岛国 脑鲁 至于为何说奇葩 是因为脑鲁靠捡鸟屎发家致富 国民收入还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老百姓穷得只剩下钱了 每天就想着如何消费 今天就让队长来揭秘 太平洋中的奇葩小国脑鲁 是如何靠鸟粪保护它 又如何一步步沦为 好饭过 有句老话说得好 鸟不拉屎的地方一定贫瘠 可将这话反过来 那鸟拉屎的地方则会是富裕之地 而脑鲁就很好地诠释了 什么叫鸟屎等于有钱 脑鲁是太平洋中一珊瑚小岛国 古土面积只有21平方公里 大小还不如我国一个乡镇 最初发现脑鲁的是英国人 并将其命名为欢乐岛 言外之意 这地方就是个经理 除了高大的椰子树啥也没有 淡水还得从外界运输 后来德国人和英国人抢地盘 不明所以就占领了脑鲁 按照德国人本意 无非就是想争口气 可谁曾想 1901年在脑鲁岛上发现了大量的优质灵况 要知道此时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不管是化工 医药还是食品领域 对于灵的需求量度极大 可问题就在于灵的提取极为复杂 而脑鲁发现了大量天然优质灵况 一时间让德国人兴奋不已 可这个时候英国人不干了 自己不要的垃圾突然变成了聚宝盆 但按照日不落帝国的脾气 理所应当向驻守脑鲁的德军开战 一番激烈交锋后 德国人败下战篮 而脑鲁则由英国新西兰澳洲三家托管 在一堆追求者打得水深火热时 被追求者脑鲁则是坐山观胡斗 正所谓家中有矿心里不慌 1968年脑鲁正式建国后 从英澳手中接过了林矿 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开采 时间来到1975年 脑鲁人平均收入已达35700美元 是同时期美国的四倍 而此时的队员们 月工资又是多少呢